18个小时 10月9号iPhone 6s才正式在台湾开卖 果粉当时的好心情现在可能有点打折 iPhone 6s用的A9处理器分别找韩国三星和台湾台积电代工 结果却显示台积电的A9处理器蓄电能力似乎高了不少 应该会想换成我们自己台积电做的那个吧 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好 台积电起码是台湾生产的 但然后大家觉得它的效能比较好 这让最近这款APP爆红 只要下载后点开来 就会显示自己拿到的手机处理器是来自哪一家 香港甚至传出已经有果粉在酝酿退机潮 如果香港有做台湾人一定会想要做 它们都是代工厂 最重要的是这个A9这个代号是苹果出来的 你有可能有手机的背后的软体的运行 你用WiFi还有你自己个人的使用行为 其实都会牵扯到所谓的这个耗电量的部分 但其实每一次新一代iPhone推出 网络上就免不了出现诸多测试 像最新的是用弓箭来测试手机硬度跟耐刮程度 但有几分参考价值 国匪心中自有定论